请 由于徐子言 毒杀夏德水和赵姑娘一案 疑点重重 故 在御史大人 和薛辅司的见证下 有本官重审此案 重审是为了力求公正 本官绝不会放过真凶 也不会冤枉无辜 凡是本官经手的命案 从来没有 长话短说 是是是 你们说徐子言没有杀人 有何依据 大人 赵姑娘的指甲缝里 有血迹和毛皮 是他死前挣扎 抓伤凶手留下的 如果徐子言的身上没有抓痕 那他就不是凶手 那这夏德水的死 你又作何解释 经我们验尸发现 大伯的喉尖和牙齿发黑 但腹部并无异常 这是死后下落的症状 所以 是有人伪造死因 想嫁后给徐子言 这赵姑娘的尸体 已经下葬了 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 就是故意编造证据 来个死无对证啊 宇斌和许兄都是善良之人 许兄医德高尚 免费给人看病 不可能谋害死者 况且死者还是他妻子的大伯 我相信许兄的为人 他定不会做出帮助凶手 这种大逆不道之事 你让他把话说完 薛大人所言极是 是下官草率了 夏姑娘 你继续说 我们说得句句属实 而且我们也知道凶手是谁 就是下药组 你胡说 我哥才不会杀人 你哥会不会杀人 你比我更清楚 如果不是你带人把他抢走 他早就被神之依法了 你们擅自抓人 刑讯逼供 我凭什么不能救我哥 懒得跟你说 大人 只要把下药组带来问个清楚 就能真相大白了 好 夏岚 夏药组何在 我 这 我哥 你怎么支支吾吾的 夏药组在哪儿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哥他 失踪了 失踪 大人 夏药组这个时候失踪 一定是作贼心虚 你有证据证明 是我哥杀了这姑娘吗 他的身上有抓痕 而且如果他是清白的 他怎么会这个时候失踪啊 有抓痕这是凶手 我现在给你抓一个 你是不是也是凶手 住口 公堂之下吵吵闹闹成何地图 夏德水和赵姑娘的死 并不能证明是一人所为 所以 军列为悬案 至于许子言 因为杀人证据不足 无罪释放 你太好了 许子言 有轻易 紫禹 许斌 雪兄 恭喜你们的努力 终于获得回报 多谢薛大人 表哥 谢谢你啊 这些日子为了救子言 你也出了不少力了 绵薄之力不足挂齿 我会派人去搜寻下药族 一旦有消息 我会及时通知你们 那 你们先去这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你没事吧 少爷 没事吧 你都瘦了